之前的Gunner of Stilex 可能没有时间跟很多同学meeting 所以你们如果最近有空的话呢 可以开始看一些这几篇文章 把这几篇文章做一个slide 然后来找我们meeting 这是第一篇文章 然后这是第二篇文章 然后这是第三篇文章 然后这是一本书 关于应该先看书还是先看paper呢 之前的那个视频里面讲了 大家可以去找我之前的视频 复习一下 好 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听这个学生来present这篇文章 他说我的那些视频你都看吗 还是说有的看我都不看 基本上都看了 就是不管是抽象的不抽象的 你都都在看是吧 是就旅游视频可能像这些 可能不是没看 旅游视频不想看 有些朋友问我下次有什么可以玩的 感觉把视频发给他们可能快一些以后 行旅游视频反正我是没怎么看 但你需要的时候你就不用来问我了 这个是主要节省我其他方面的时间 就是反正但是科研方面的视频 然后一些那个找工作什么的一些 最好的话还是看一看 如果你看不懂你可以来问我 行没问题 这个paper你看了你看了多长时间 看了做完整个slide大概在六至七小时 OK你觉得你理解了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七十可能有七十 OK你开始讲吧 这篇文章是讲一个DP问题 然后他需要计算对于给定的一个点 周围他有多少临近的点 然后首先了解这个问题需要介绍两个概念 第一个是counting counting就是可以看这边这个图 就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ql给定的点q 我们希望计算在他附近有多少个点然后必须是在DP的情况下 首先对于他给定了一个最小的半径r 然后这里有一个parameter c 这个c需要是大于1的就我们希望这个使用这个c之后能让这个算法的表现变得更好 就可以发现他用颜色区分了就中间这个圆环的面积就是希望提升的点 然后DP是一个理质上的工具就对于两个数据集就希望在不泄露隐私的情况下去看他们分析出一些结果 然后这里这是他们那个paper上的definition 这里有三个重要比较重要点 第一个他这个参数他表示隐私保护的一个程度 然后delta就表示这个算法失败的概率 也就是说当delta登有0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算法是完美的不存在失误 最重要的是这个delta f 他表示在不同的datasets中间他们最大的输出的一个差异 然后至于怎么实现这个DP的算法 我看一下算法就感觉他们就是加了一个这个拉伯拉斯的造成竞选 就一个普通的算法加入这个造成之后 他就似乎是实现了DP的功能 这个在后边的算法中会体现 然后可以看一下左下的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假设你现在有一些参量就性别血型之类的 经过DP算法之后 我们希望传递一个AR 然后再从这个一个抽象的数据集中返回一个Q的值 就是这个图可以理解成它包含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但是你直观的看这个图又不能知道就是那些不希望被泄露的信息 然后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这三个参数三个参数的意思 然后包括这个DP的过程是借助这个拉伯拉斯的分布 然后这里来码2.2也可以看见 就他们这边普通的fx参数后加了一个z的拉伯拉斯 然后就变成了符合两个参数的一个DP过程 然后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在之前的DP工作中主要有两种方法去计算这个counting 一个是exact method 然后它会有一个actitive arrow 这个错误在这种方法的所有场景中都会出现 就是它可能有的工作会做一些优化 然后这个估计的方法是在另一个场景 它的优势是比上面这种方法的场景要更多 但是它也会重拾产生这些错误 所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了第二种方法 就第一种方法他们是没有讨论的 第二种方法上他们降低了这个additive arrow 然后同时这是他们的一个惩罚的 arrow 就他们有两种 arrow 他们的想法就是希望把这两种都降低 然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噪声的添加和这个input的dimension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个是他们abstract中介绍的部分 然后比较重要的就是有两个定理和两个算法 首先是他们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定理 第一个定理可以从这里就是标记的看出有两种错误 就是一个是additive arrow一个是算法的 arrow 然后这里row加small o1就表示这个additive arrow 可以发现这里他们计算出row的值之后 随着c值增大row会减小 就是它的一个balance 他们希望对这个balance也计算出两个参数的关系之后 就做一些跟他具体的工作 在这个指定的场景下就是这个无限的 这个norm的规则就是1 1 就推广到无限 就这个特定场景中计算出了他们的par Meh 我觉得他们这里做的工作也是 一个特定的场景 就没有对整个问题 提供一个general upper bound 这个这里是他们的 主要定理1.2 你停一下 回到刚才那个定理 这个虽然1.1 是一个always 还是一个hardness 我觉得是hardness 那你为什么说 这个叫infinitum 是这样 就是在定理1.2中 我的理解是 就他们讨论了这个trade up 然后在某一个特定的 维度或者场景上 给出一个upper bound 那定理1.2 到底是个lower bound 还是upper bound 那upper bound 难道不是always 这么一般来说 还是说这件反过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需要再看一下 ok 如果评论区有同学 可以告诉我们 也可以欢迎告诉你 你知道in general always和hardness的区别吗 不知道 always是说你 就比如说一个班上 有10个人对吧 然后你的algorithm 是找出来一个人 他是100分 你的hardness是说 不存在任何人得了100分 所以hardness 你一定需要把所有人 都检查一遍 你才能知道 没有人得100分 但always你只要找 他一个ok ok那我确定 应该是不是hardness easy了 你说是什么 听完我的描述 你知道什么叫 always怎么hardness了 我大概理解了 ok通常还说 always怎么对应的 20分 harness对应的 lower bond 行 所以你刚才 claim这本人是个harness 但牛仔写了 是20分 所以我就非常confused 他应该是个lower bond ok 这个评论区 如果有搞明白 这个claim1.2多的是 二十棒还是 多少帮 对 欢迎可以高 claim1.1 你觉得是个二十棒 还是多少帮 upper bond 我觉得是 ok 你接着说下一个 行 就这个算法1 是一个类似于 初始化的过程 这里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材料 t表示 我来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第5行 那是高深 第19行 那是拉帕斯 这个我理解是 这个初始化的一部分 就是他对于每一个 首先他这里 他这数据结构 是一个t 层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t 差数 然后对于每一个节点 他要同时做两件事 这里高深的目的 我觉得是初始化的一部分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 他具体的作用 所以你知不知道 第5行和第16行 为啥用高深 我知道为什么用 拉帕拉斯 是为了完成 他的dp过程 那19行用高深呢 我不知道 那第5行用拉帕拉斯呢 我觉得他更像 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 dp的初始化 你就是研究数学问题 可以用向来做数学 起证明吧 你可能需要 at some point的 还是证明读懂吧 证明你看了吗 证明是没有看完 OK 你接着讲吧 行 就这个 这几个比较重要的 算数中 还包括一个v 它用来控制这个 预值 也就是我们希望 这个dp过程 它有多保护隐子 或者说保护隐子的程度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 这个absence和data 我们都希望它 这个算法里面 没有出现大v这种推称 小v这种推称 指的是 指的是这个cv的这个下标 这v这个节点 他说for each leaf node 为什么你这 维持个strash的value 我需要想一下 我不知道 OK 你接着讲 然后第二个主要过程 就是他们这个dataset 中的每个点 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去找 就是dataset 转到这个t差数 中间的哪个位置 然后这里是做一个判断 就是包括节点的 向上和向下的判断 然后最终 就这个过循环 我认为是 将dataset 每个点都映射到了 这个t差数等等 然后就是背部 这个tlap 应该就是加入了 这个v14奏声 OK 我觉得你需要条件 证明看一下回头 上去你并没有完全 要看懂这个算法 下页吧 OK 下页就是算法2 就是算法1 它跟上一个 触刷的过程 算法2就是 直接的db过程 然后因为算法1 它output 这个data structure 然后这里就对 这个数据结构性处理 包括这里检查 这个节点 就是如果这个 q和v的 g位置满足 之前我们定义的 那个预置之后 就直接返回 这个节点的技术 我能 我能返回到上页 就是有一个餐量 需要再来复一下 你下次应该 把那个餐量 踢到这一页 就是做side 最好不要返回 dpage OK行 我理解 下页 这也还没有讲完 就是这里维持 就返回这个节点的技术 因为在前面定义了 定义了这个c 就是用来保存 每一个节点的技术 然后这个技术 是已经加上了 labloss造声之后的结果 然后这里 如果这个v不是 我问你个问题 你可以回到上页 这个造声 只加在leaf节点 还是说在数里边 每个节点都会加 每个节点 我觉得是每个节点 你觉得这个数里边 每个节点都会加造声 我理解的是 这是一个true false question 我觉得这里 你不需要说话 你只要告诉你答案 你可以说不知道 leaf node就是leaf节点 所以我在外面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很念 我并不知道准确答案 我只想知道 它是在每一个节点 数里的每一个节点加的造声 还是只是在leaf node加的造声 这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 就是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还是在leaf节点加的 直接 我直接观察到了算法中间 for eachleaf node node 就是我们经验的这个 那你知道它为什么 只在leaf节点加吗 我不知道 我将问题记录下来 我会思考这个问题 OK如果评论区有知道 欢迎告诉我们 可以回合下一页 行就是 如果它不是leaf node的话 就将它 我们会初始化一个答案 就这个ans定为0 然后通过一个地规的过程 然后对所有的节点进行查询 就是如果它累加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它的这个子节点 不会返回这个结果 就是在 就这里是一个地规的过程 OK 请这个讲完了 下一页 没有了 OK 你回去可以把这个 随便把证明再看一看 下次 我希望你给我解释一下证明 然后我刚才还有一个新的文章 你看到了 那个新的文章是啥对吧 看到了 你把那个新的文章呢 也做一个塞 行 没问题 就是那个 我一会可以再给你发一下那个link 行 OK 没问题 行那先到这里 行 谢谢您 没事没事 拜拜 咔闭了 那一会有什么事